文章来源 Twant 带着50余名员工集体跳槽 还拿走员公司密集文件 开展同类经营 直接造成老东家倒闭 三名犯罪嫌疑人 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 被刑事拘留 北京市公安局环市药旅总队 日前通报了这起典型案例 除打击违法犯罪之外 北京警方还通过创新首都资产警官 护起平安八项举措 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的形势保护力度 当地警方通报 北京一家知识产权服务公司报案称 该公司外省分公司原经理张某某等人 私自成立新公司 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服务公司的商业秘密 经东城公安分局环市药旅中对民警侦查查明 张某某与原分公司销售经理朱某 盛某等三人私下合谋成立一家新公司 经营范围经营模式与原公司完全一致 同样经营专利代理商标代理等知识产权服务工作 公司成立后张某某瞒着总部 带领分公司全体50余名员工 集体跳槽到新公司 并带走了原公司著有密集的文件 公司员工继续使用原公司的客户信息 合同信息产品信息进行签单 开展同类经营获利 直接造成原分公司倒闭 经过专业审计公司认证 张某某等人成立的新公司 侵犯原公司商业秘密获利 高达110余万元 去年6月 以张某某为首的三名嫌疑人 已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 被东城区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目前案件已进入起诉阶段 据北京警方介绍 在近两年侦破的知识产权类案件中 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呈上升趋势 去年以来 警方侦破了一批侵犯商业秘密案件 破案数和刑拘人数均同比大幅上升 在严厉打击侵犯专利权 侵犯著作权 侵犯商业秘密等影响企业创新发展的犯罪基础上 北京警方主动对接本市重点科技园区 走访二十余家 创新能力强 科技含量高的专精特新企业 具体了解 企业在保护自身品牌 技术专利方面的诉求 建立完善相应机制措施 针对性开展普法宣传 教育培训 商密体检等服务五十余场次 指导企业加强内部培训 减少隐患风险 提升维权能力 此外 北京警方还围绕 加强知识产权形势保护 优化首都营商环境 研究定制了 经企资产保护名录 建立资产保护警企联络中心 研发北京资产警官应用小程序 健全公安家行政公安家企业协作机制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等 首都资产警官 护起平安八项举措 逐力为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保驾护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